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详细的示意除朝珠的构成有深刻的含义 108颗东珠代表 一年12个月四个红山谷节珠象征春 下秋冬四个季节 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贝云 寓意一元富士三川绿松石 纪念表是一月中的上 中 下三个玄机朝珠的礼节 男女有别男性穿朝服和吉服时 接挂一盘朝珠女性穿朝服时配 挂三盘朝珠穿吉服时配挂一盘朝珠孝工人皇太后朝服 向清代皇后穿朝服时中间配 挂东珠朝珠一盘左右 奸邪画挂山谷朝珠 各一盘君臣 有别皇帝朝珠用最珍贵的东珠青 乾隆御用东珠朝珠四天穿蓝色朝袍 以清金时为师赐的穿明黄色朝袍用密破珠朝日 穿红色朝袍用山谷珠西月 穿越白色朝袍用绿松石珠印石 及其服尽吉服皇子 亲王 亲王世子 郡王 朝珠不得用东珠鱼随所用 金黄涛皇子服尽朝服朝珠三盘 山谷乙 密破二吉服朝珠一盘 金黄涛红明 陨石之子吉服官员本五品 五四 品级以上品级才可配朝珠 朝珠需要官员自己出钱去买 但由于用珠宝做的朝珠往往 价值千金有些官员根本买不起 能凑 就凑 或就用一些比较差的宝石 或者撂起玻璃 也有用木头的凑合在佛头 被云的地方用好一点宝石打发过去 虽然大家是同朝为官看看胸前的珠子就能知道 彼此的大四这感觉就跟背着名牌包包出门一样 有钱的人 每次换一样没钱的挂的环 宝带艺术与设计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